大家好,我是Ricky 今天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題目叫做 Poisso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拍從概率分佈 我會利用一題簡單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類型的題目 首先我們來看看公式吧 一條公式 就是想找出 某件單一的事情發生的機會率在特定的時間裏 這個符號 代表 mean 中位數 就是把某件事件的觀察到的平均數值發生的情況 X 就是要找出題目要求的 情況出現的 次數 E在這裏 就是一個 數值 常數 E在這裏 計算機可以按到2.71828 而 將它開方 負數 數 代表 mean 中位數 然後整個數 再隨意 這個 X的 Factorial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例子 例子就是假設 個顧客 去到 某一間 便利店 而這間 便利店觀察到 它是 正在使用 客從概率分佈 客從概率分佈 亦都觀察到 它 平均每的股客 每 30分鐘 就有10個股客 入到 商店 而題目要求 想找出 的機會率 而這個機會率 有6個股客 每30分鐘 入來 這間 便利店裏面 題目再講 要剛剛好6 6個股客 那我們來 用回這數字 代回這條公式裏面 題目 想要找 機會率 probability 的X 等於6 因為要求要找 6個股客 在30分鐘裏面 光顧 的機會率 亦都是 等於 公式 mean 平均 每30分鐘 觀察到有 10個 股客 光顧 然後 power6 6次方 x就是6 就是 要求6的股客 再乘 e 負 10 10 是 這個題目 就是min 然後 整個數字 除以 x 的factorio x在這裏 就是6 factorio 計算出 計算機 按到0.063055 的機會率 亦都可以 用百分比 去表達 如果用百分比表達 就成分100% 計算出來的答案就是 6.31% 換言之 如果 在這種 情況之下 在特定時間 如果 6個股客 進入這間便利店 商店 每30分鐘的話呢 剛好 如果 不是多 不是少 剛好 6個人 光顧這間便利店 或者 入這間便利店 每30分鐘的話呢 就 6.31% 影片 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按照